OK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的就是怎樣把M&D的角色轉成 VHR裡面可以用的Avatar 首先我們要到VHR的官網這邊 然後登錄 這邊如果沒有帳號的話在Register這邊辦一個 那我們就先登錄 然後這是我的 然後我要先下載它的SDK點這裡 然後就載了吧 然後再來我們要去載Unity Unity的話這邊有一個網址 可以在那個Description那邊看得到 它這個網址送下去 它就開始載64.5.6.3的版本 然後再來我們去載Brander Brander的話在Steam就 我們在Steam開 然後 然後你可以在商店然後交點這邊 打Brander必要有AMD 然後這邊第一個 這邊就把它下載 那如果已經載的話就立刻使用 沒關係 然後就去載 然後就要載一些外掛 譬如說我們需要的Brander M&D Toys 點這裡 Clone or Download 然後就Download Deep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們需要這個Cat Cat的Plugin 那下載方法就是 在這裡 然後一樣它就要開始載了吧 然後再來我們要去找那個M&D的Module 那你可以在這個網站找 像這裡特別有Download 然後或者去Niko的3D Niko立體3D這裡 像這種的也可以 那載回來的話它看起來就會像這個樣子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已經載了一些 像我們今天會拿這個春雨改來做 來做教學的示範 那你載的話裡面應該會有MX的檔案 像這樣子 然後 然後首先我們先打開Blender 裝它的外掛 那就是先 先開Blender嘛 像我們要先到它的資料角裡面這裡 然後把 剛剛載回來的 像這個Blender的M&D Toys 它裡面的M&D Toys 然後 沒有是這樣子 複製 不知道 然後覆蓋 因為我已經有了 所以它會問你要不要覆蓋 那如果你沒有的話 它應該是不會問的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 Cat Brand 一樣這一層的 丟進來 然後 Blender這邊 它開了嘛 然後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User Performance 這裡 我們需要有這個M&D M&D Toys 然後 在Cat 這個Cat Brand Part 1 然後 你就最後就按Safe Safe User Setting 之後我們看到這邊 這邊有一個M&D Tools 這邊有一個Cats 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做匯爐的動作 那 這邊操作就 我們首先要把這個鏡頭 就是按右鍵 選擇它 然後Delete 這個光源Delete 這個方塊Delete 它一開始就會送這些 然後再來我們要點 Cats 的 Import Model 這裡 然後 我們去開 我們 剛剛下載的 比如說 我這次 我是要開 春雨的這個 它裡面有M&X 一個 它有兩個 下面應該是有裝備 上面是沒有裝備 那我們就開沒裝備的這個 然後開進來之後它會長這樣 那 Blender的操作 像這樣子 平移 是Shift 加滑速 中鍵 然後滑速滾輪 是拉近 拉遠 然後中鍵按著 是這樣子 轉圈 然後 我們現在就開始 開始做 首先我們先 點 Cat Tools 這個Fix Model 它會先幫你做一些 簡單的修正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一個很漂亮的 成語的樣子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 Translation這裡 四個都點一下 讓它把那個 把那個名字從日文轉成英文 它有時候轉的怪怪的 不過那個 意思到就好 然後就四個都點完之後 然後我們要這個 Soperated by Materials 這是一個比較建議的 建議的流程 你按了之後 它會把這個模型 按照它的材質 分成很多的紙部分 然後我們再組一座分類 那 分類的時候 然後我比較喜歡是用這個 Wide Film模式 然後我們就看一下 它 對應的地方 譬如說這個 Ahole Hair 我們就現在就是 把它比較按 比較邏輯的方式把它分類 那分類的方式就是 譬如說我這個 Ahole Hair 跟Bang 就是 看起來也是頭髮的東西 要合的話 按著Shift 先點小的 再點大的 然後 Object Drawn 它就變成一個 然後改了一個 比較好看的例子 OK 那我們現在把它分完之後 就是現在 分類看起來 就是 比較合邏輯的樣子 然後 通常我會在這邊 先穿一個檔 Save Copy 然後 這邊建一個新資料夾 然後 這邊建一個新資料夾 然後 這邊建一個新資料夾 然後 先存 然後 分檔也存一個 然後 這樣存完之後呢 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就是要減它的面數 因為 你看這邊的 Tries 這邊顯示有 2萬3 那 那 BRTrade Avatar 只遵循 2萬以下 的模型 可以上傳 所以我們現在就 開始 減它的面數 那減面數的話 通常我們是從 大家看最不顯眼的地方開始 譬如說 寫字 那減的方法就是 我們先點這個 像三角形的東西 然後點這個 像板手的東西 然後 我們這邊 Avatar 選這個 Decimate 應該這樣點吧 然後 我們就嘗試把它減下去 這樣子用拖的 然後可以看到 它面數逐漸在減 那 減面數的話 我們就會看到 它畫質就會降低 那我們就 邊看這個 邊看到減面數 減到可以接受的 接受的 數值 然後 比如說我們現在打 VD值0.46 然後 再來我們再挑一些東西 要剪下去 那 有一些東西剪的時候 會有些 可能會有些 副作用 比如說像這個Logic Logic的話 就是臉裡面那些什麼 表情 嘴巴 那一些 那這個 可以不動它 盡量不要動 然後 對 然後 對 就是Logic盡量不要動 然後臉的話 因為大家都看臉 所以臉也是盡量可以不要動 都不要動 那我們現在就 挑第二個可以剪的地方 比如說下半層 那我們一樣 這邊 給它剪下去 然後這邊 切換一下 看 畫質 什麼樣可以接受 像我們這個 我們可能可以剪到0.12 但是我們再看一下 形狀沒有問題 大致上沒有問題的話 嗯 稍微高一點點好了 我們剪到0.15 對 那我們現在 剩下的面數是20258 再剪一點點 那我們可能再剪一個 再挑一個 大家比較不會看的地方 比如說 好 那衣服好了 衣服看起來面數很多 那我們就給它再剪一點點 這邊 然後一樣 拉下去 然後 20.19 那我們給它挑到 0.95 你看 好 我們現在 TRIX的個數1998 那這樣就可以接受了 那我們 再傳一次 然後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 是 先點回這個 這個身體這個 然後我們看到 對 像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點 Drum Matrix 這個你不點其實也可以過 但是 你身邊的人會很難過 而且你自己的電腦也會Lag 所以這建議一定要點下去 點完之後 就變成像這樣子 它變得合著一個了 然後再來我們要做的就是 再來我們要做的就是 眼睛的部分 那你看這些 如果谷歌人覺得很 愛眼的話 想辦法右鍵點一個 那邊黃色 然後按H 它就會消失 然後我們才專心做的這個眼睛 這個 眼睛的話 這邊有Head 左眼右眼 這兩個如果不是 I-L或I-R的話 你要自己去跳 那我們要看哪一個是 三眼睛的話 有一些模型它左邊右邊不一樣 但通常這個作者模型它應該都一樣 那我們就點這三角形 再點這個三角形 然後下面有一個 那個Shape keys 那我們現在找一個 可能是 張眼睛的 B開頭 Blank的東西 沒有的話 那我們挑第二個看起來像的 Wink 然後我們點Wink 然後把Value這樣往左拉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是閉眼睛 那這就應該是我們想要的 那我們這個是 就是Wink是閉左眼 所以我們Wink Right是先開始閉右眼 所以我們張眼睛這邊就可以挑 Wink 左眼 然後 Wink Right 右眼 那 Low Lower lead Left Right 這個 如果它角色有專門做閉眼的話 那就可以用 可是因為閉眼跟Blank 有時候它們會打架 所以如果你不要用的話 就調Basing 它就會 它就會跳過 然後再來 我們就點這個 Create Eye Checking 點下去之後 在它谷歌回來 然後這邊變 I Start Eye Testing 然後我們先把谷歌開起來 因為I 然後我們Testing這邊 這邊 Left 我們就先Start Testing 然後 這邊的Left Right 那邊Up Down 就可以看到它眼睛往上或往下 然後Left Right 就是往左或往右 然後 再來 這個Blank 就是測試眨眼睛 Test 看它眼睛會閉起來 這就是它眨眼的時候眼睛閉起來的樣子 那 Lower lead 因為我們沒有做 所以Test也不會有東西 正常 然後 Stop Eye Checking 這邊就告一段落 然後再來 Visimate 這邊是控制它那個嘴巴的 嘴巴的動作 那 Match 我們一樣是Body 再來我們 有三個基本音 有三個基本音要抓 那 MND的話 通常它會有個AH Dewer 那我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這三個分別是什麼效果 AH的話 對 注意它的嘴巴 AH的話 注意它的嘴巴 它就會這樣 R 然後 Dewer的話 就是 Vis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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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它就會變成是U的樣子 O的樣子 對它應該是O的樣子 就RO 然後 Dewer的話 就是 CH1的樣子 這三個基本音給了之後 點這個 Create Visimate 然後也不用做什麼事情 這個等一下我們在那個 Unity的時候會跟你說怎麼做 然後 Bond Parenting 這個 暫時不用用它 然後 Openization 這裡 通常我們這個 Bond Merging 會比較有用 因為我們看 它裙子這邊 每一段有三級 然後後面會飄的這邊都很多級 這些都會對那個 系統效能造成負擔 那我們這邊有工具 可以讓它比較輕一點 比如說我們這邊有一個 前髮 前髮 7個骨骼 我們按這個Merge Bones 看不出來 正常的 那我們挑另外一個 Squared 12個Bones 大概就這樣 這邊 對 Merge之後你看到四個變兩個 然後 就繼續這樣做 那這邊要小心 如果你的Bones 是你預計要做動作 本來就這麼多的話 那就不要給它捨 但是我們現在 沒有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全部都給它Merge Bones 這邊一樣也是不做可以 但是你的電腦會lag 你身邊有個lag 就是有點功德性 好 然後Openization做完之後 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匯促成FBX 先存個檔 對 然後我們把Export的FBX 那 我們現在就把它匯促成FBX 這基本上就是取個好聽的名字 然後Export的FBX 然後Blender的部分 在這邊告知一段落 那先最小話 那我們開Unity Unity就是剛剛下載的這一個Unity Step Up 0.64 這個點兩下安裝之後 就應該要有 那我這邊已經裝了 所以我直接點Unity的結晶 那它會打開像這樣子 那我們來一個New 這也不定要New 如果前面有做過的 就 可以開舊的 來用也是可以 那我們現在開新的 嗯 隨便忘了這個影片 Spring Ring 然後我們這邊Create Project 然後等它一下 然後呢我們現在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在 Asset這邊 我們先Show in Explorer 然後我們這邊看到這些東西 Asset這邊 然後我們把剛剛下載的Prob In 拉進來就是 就是這個 Cruise Bed Utility Shader Master 這裡面Asset裡面有四個檔案 對 複製然後貼到這邊來 然後再來我們建一個Modules Modules Modules不是一定要的 但是最好是有一個 然後我們 指名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對 然後這個資料夾裡面 我們回到剛剛我們下載的地方 我們下載那個春雨模型的地方 這邊MD的部分 然後我們把 這邊除了 PMX還有些雜七雜八的REME之類的東西 全部複製 然後我們這邊建一個資料夾 我們用這一個叫texas ture 然後把那些T�黨 全部丟到這邊來 然後回到上一頁 然後我們把 剛剛匯出的FBX 一樣複製過來 然後 這之後回到Unity 它會開始轉 然後轉完之後我們就看到我們這邊有三個Zill甲 那就是這邊是我們重點 然後命在這裡 然後我們還有最後一個步驟就是我們下載的 下載的時候我們也有在VRChat SDK這個 然後是副檔名是Unity Package的東西 這個好了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按著拖到這個區域放進去 然後它又會再轉一下 然後它會問你要不要加入這些東西 對,全部勾起來,Importer 這一步如果沒有做,你可能到最後會卡住 所以要記得做 那一樣等它轉一下 OK,那等它轉完之後我們看到上面有這個VRChat SDK裡面有這麼多個選項 那就是OK了 然後再來我們進行下一步 我們先把這個模型拖上來 嗯...這邊有Expect點下去 然後我們比較實際一點到它的座標 通常都是0,0,0 好,然後我們看到我們的春雨漿 然後現在看起來它很塑膠對不對 我們在這邊就要把這個Material這邊 Ctrl-A選起來 然後我們選這個Cube Parabots Frightly Tour 這樣它看起來就比較符合VRChat的風格 那更詳細一點我們要這邊選Oppercule 就是讓它變固態 如果不小心變T開頭這個就會變半透明的 然後個人會比較喜歡Outline這邊再加一個Times 它就會有描黑邊 那當然不是每一個材質都適合描黑邊 譬如說眼睛的部分我們就不能給它描 就是表情的部分不能給它描黑 那其他人這樣看起來如果覺得它so far so good的話 眼也不要描黑 這樣看起來你就覺得它好看一點 那就是我們現在再點回這個Mate 然後點這一個 你會看到它裡面這邊有個Animation Type Genetic 那如果你要做的模型不是人的樣子 那就給它Genetic 但是我們現在要做的是人的樣子 所以我們選了先Human Read 然後它會下面就會變嘛 我們這邊有一個Configuration 點下去它會先叫你存檔 那就存吧 然後這邊Apply就好了 然後它就會跳出這樣的東西出來 就是要你調它身體各部位股價是有什麼定義 那我們它通常都會自己抓 那你就看一下抓對不對 那有些地方我們是不能要的 比如說UpperChester 這邊一定要是空的 空的方法就是點這邊 然後按一下Delete它就會消失 像這樣 我用Chester做示範 這邊按Delete的話它就沒有Chester 但實際上我們要Chester 所以這邊點 然後再把Chester選回去 像這樣 然後還有些地方不能要 比如說Toast我們也不能要 這樣子Delete Delete 然後再來就是Hands這邊 我們看到有沒有抓的 然後這個Draw我們也不能要 就把它Delete 然後就仔細看一下Left Eye Right Eye Hand Neck有沒有錯 然後再來回到手的這邊 手的這邊首先 放Discount這個不能要 對這個不能要 然後 對 右手也是 那實際上這個 如果你有點 然後實際上跑沒問題的話 那你保留也沒關係 然後最後 通常這邊Mapping先設一個 隨便存一個檔 這樣子如果你之後有修它股價的時候 叫回來比較方便 然後再來就Done 然後它會叫你Apply 就Apply OK 然後我們看到 既然它擺這個Pose 那就是可以的意思 然後再來我們要進行上傳的動作 就先最後檢查一下 都沒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要上傳了 上傳的方法是這個VHSD Case 先Setting這邊 這邊先登錄 然後 這邊這個畫面就代表現在已經登錄了 然後 然後 找了一個步驟 我們這邊 還查明這邊 然後我們要Add Components 這邊搜尋一下 有一個 VRC VRC Avatar Describe 這個點下去 然後 我們看到這邊有個灰色小球 對不對 如果沒有的話 Scales這邊調低一點 通常0.08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角色 目前它大小適中 所以我們看得到灰色球 那就不用動那邊 那灰色球 是代表說 如果你用VR 控制這個角色的時候 你的Handset的螢幕在哪裡 那 通常就是兩眼中間 可是某些特點角色 它可能不會在兩眼中間 這個叫細心的條 那我們這次就先把它調到兩眼中間 然後 對 就這樣 除一的條 我覺得0.12 0.12 這樣可以 然後 性別 然後 這邊如果你是新的模型 就空白它 對 然後再來這邊有個Lipsync 這邊是控制它講話的時候 它的嘴要怎麼動 那因為我們剛有建立那個VSurvey 所以我們這邊就點VSurvey Brand Shape 然後 這邊它問你Face Mesh在哪裡 你這邊 按著Body 拖到這邊來 然後接下來就問你這些 那 看起來很多 其實一個一個名字對 像你剛剛採證出來的 它有SIL 就給它SIL PP 就給它PP 然後 一直來推 一個一個GET 好 那我們現在設定好了 那我們現在設定好了 存一個檔 嘿嘿 然後我們剛剛setting已經登錄了 再來我們就是 show build control panel 等一下去 然後 然後 像這樣子你就可以上傳了 那如果這邊有紅色的話 你就要看一下訊息 就自己Google一下 那 比較常見的訊息 譬如說 如果它說什麼 什麼Lag 不存在之類的 你就 到這邊檢查一下 這個 如果都沒問題 它只有黃色三角形的話 就看一下訊息 它的風險你都可接受的話 就按這個Build and Publish 它就要開始做 然後 就等它轉完 然後 然後現在出現這個畫面 那首先 Avatar的名字 你可能就隨便取一個 你喜歡的名字就好了 然後sharing 如果你按public的話 它就會在那個 Avatar的public裡面 任何人都可以選 那通常來說 我會點private 然後這邊content warning 就是 你的模型有什麼特別的 有什麼特別的屬性 需要 未成年的玩家注意 比如說 這個是裸露 然後這個是暴力 這個是血信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Discretion 就是描述 那描述隨便你打 然後 這個image 它會有個預設樣子 但如果你要換的話 點sense這邊 然後sense這邊 你會看到有camera 然後這邊有camera 那你就看一下 你就看一下 3D的東西怎麼操作的 像這樣子 三個箭頭 你點它 就會往三個軸移動 然後這邊 如果你選這個圓圈的話 它鏡頭就可以轉動 然後 你就像這樣子 調 調到你喜歡的角度為止 比如說 我喜歡像這樣子 一個側照 然後背景 你不喜歡那樣的話 這邊skybox 可以改成solid color 那我們就把它改成粉紅色好了 對 粉粉的 然後 OK之後 然後再回到 Games這邊 你就看到圖就不一樣 然後再來 勾這一個 然後 Upload就會亮 你就點upload 然後 就等它上傳 像這樣子 就是上傳完成 那如果它有什麼錯誤訊息 你就 自己再收一下 是不是你Avatar 名字 有不該出現的字 或者 對 或者可能伺服器有什麼問題之類的 我們點OK 然後 這邊就告一段落 Unity這邊就告一段落了 再來我們就是 實際進去Steam裡面去測試啦 實際進去Steam裡面去測試啦 好的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測試鍵這邊 那 然後你剛做的 木型會在這邊 就點下去 然後按 對 等一下 然後這就是 轉換出來的效果 對 那 大概教學就到這邊 就 謝謝收看 那如果下次 就是有什麼問題 請在 字幕那邊 字幕那邊 然後如果我知道的話 我都會回 那謝謝收看